为了提前庆祝农历12月初八佛陀成道日 12月27号一早台东金刚寺就开始忙进忙出的 今年数量增加了一倍 今年总共有煮2万多份 因为今年特别要配合 就是让学生也能吃到这碗辣巴粥 所以特别就是提早了几天 让学生在放寒假之前也能吃到辣巴粥 这个因为接下来就是连这个即将过年 希望在这个岁末之际能让大家整个社会大众 我们今年这个外面也特别跟这个所有的路人 只要经过今天只要经过金刚寺的大门 我们都可以跟他结缘这个平安粥 辣巴粥 希望他这个过年之际过年前 让大家感到这个社会的温暖 感到佛门的温暖 而且能在这个新的一点能更平安更顺利 这是我们祝辣巴粥平安粥的最大意义 从清晨四点开始 250位志工集结在金刚寺 大家忙着备料 祖粥 希望在这冷冬 能将温暖 及带有平安意味的辣巴粥 分送给有缘的民众 黄清爱采访摄影 做的事情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 参加